這個世界上是沒有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所以阮華今天就不做懶女人 我要去做Facial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溫哥華的Karisdale區 就是這間Karisdale Skin Medical 這裡的位置就是西41階駕Bossom Street 這間Karisdale Skin Medical 它的Facial很棒的 特別是Hydro Facial 他們還帶我最喜歡的Skin Certicus產品 不僅僅 今天最重要就是要介紹 我好喜歡的這款Krim 它就是第二代的AGE Interrupter Advanced Cream 究竟有多好用? 跟我來看看吧 Hey Anita, good to see you again Hi Bob, good to see you too Bob是這裡的Manager,是不是很帥呢 Bob, I would like to do the Hydro Facial today Of course, we have your room all set up for you Let me get Penny Hello,Anita,你來了 你來得剛剛好 我們還有新東西給你試 我就是要來試新東西 是呀 Thank you so much,Bob Of course, enjoy your treatment We'll see you soon Sure Anita,我們今天有新東西給你試 我知道,所以特意來預約你做Facial 我知道,現在新出了AGE Interrupter Advanced 我一向就用開第一代 現在出了第二代,是嗎 是呀,你之前用開第一代 你都會覺得它是很Smooth 其實它已經很好用 但我們的第二代 它的所有成分是升級了很多 新的一代 它就高了20%的Porsaline成分 主要是可以幫我們的皮膚抗糖化 可以幫我們的加韌蛋白 可以增加得強硬一些 而且令我們的皮膚更有彈性 它的質感,是不是比之前還滑 比之前還滑 這款可以令皮膚吸收得更快 所以不會有油脂粒的問題 而且你會感覺到皮膚可以再塗其他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它現在有很興趣的新聞 它現在還有一個新的Eye Cream 等一下就可以讓你試一試 我平時用了這個打底 我就先塗B5 沒錯,因為B5成分是玻尿酸 它沒有其他東西,只有玻尿酸 Anita,你繼續使用,沒問題 就是了,繼續使用玻尿酸是很重要的 打底 然後我會先塗這個Eye Cream 沒錯 塗了先 然後我再塗AGE的Face Cream 現在還有兩個 都是Advanced的 都是Advanced 新的一代 第二代 我待會就進去試 不如現在去吧 好,走吧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現在用Skin Surgical的洗臉 我們現在用Skin Surgical的洗臉 平時你也有用這個產品 它是比較Smooth一些 而且不會令你的臉很乾 那如何確保自己的臉是清潔的 就是平時洗的時候 多沖幾次 還有我們這些髮制線的位置 要記得是一定要洗乾淨的 其實洗臉這一步很重要 因為洗臉的戒面活性劑 停留在皮膚太久 它就很容易造成皮膚敏感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在洗臉的時候 是不停地抹擦 不停地抹擦 其實是不好的 我們洗臉就快點洗臉 快點洗臉 洗完快點沖了它 不要令戒面活性劑 在皮膚裡停留太久 如果不然皮膚真的容易造成敏感 而且皮膚越來越不健康 其實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洗臉這一步 我們現在做這個步驟 就是幫你去死皮 我們先會把這些解析 塗勻整個臉 令皮膚的死皮軟化一點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清潔 這樣吸收 就可以令到我們的死皮 可以吸收到我們這部機的手部 很放鬆 好像一個按摩一樣 因為它的材料是有活性成分 還有會有一些水陽酸 所以等下如果你覺得皮膚有一點刺激 也是很正常的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步驟是 Exfoliate 是有些水陽酸的成分 可以幫我們的皮膚更加深層清潔 這個步驟我們專門要做T-zone的位置 因為它的解析是更加強硬的 其實皮膚也非常乾淨 因為你也是有平常做的 我們就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去這樣特地清潔 因為我們的皮膚非常乾淨 我們現在要先洗一洗臉 我們現在做這個步驟 我們叫它是booster 我們會選一個 serum給Anita Anita是想要減少細紋 以及令皮膚緊致 我們今天用Firm Skin Booster 可以令到我們的皮膚做完之後 會明顯覺得Firm 以及皮膚會覺得緊致度變得好很多 我們用這種手法 就可以令到我們的 serum 可以入到皮膚裡面 因為它的儀器 它面上的頭 有一個WASHING的方式 令到我們的 serum可以入到皮膚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 Kicks and Twist的手法來做 我們可以多做一下眼睛的位置 一會兒我們塗的眼霜 就會吸收得更加好 它這個光是一個藍光加紅光 藍光可以幫我們皮膚消炎 紅光是可以幫我們的皮膚做一個更新的 就是regeneration 令到我們的皮膚收服得快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步 我們是要做精華的導入 我們這個精華素裡面 是包含有anti-aging的成分 裡面是有growth factor 和玻尿酸 待會做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皮膚很亮 我們現在整個步驟已經做完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我們日間的護理 早上第一步 Anita也知道我們一定要塗維他命C的精華 就是cepholic 維生素C精華 我們最好都是選用這些 精華液的水滴狀 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它是油或者有水 其實它還未在皮膚上 已經氧化了 所以我們是要確保 它是乾手乾面 而且要用這些水滴狀 第二個步驟是用紫米精華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紫米 還有有玻尿酸 我們日間使用的時候 可以令到皮膚補水 而且一會不會那麼乾 或者你覺得嘴巴有點乾 你也可以塗一下嘴附近 包括可以當潤唇膏精華 都可以用的 我們用完這個紫米精華之後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AGE Face Cream 它的質感就像一些 冰淇淋的質感 看起來很奶油 ANITA本身的皮膚非常好 所以一塗下去就好像已經吸收了 我們塗完所有的東西之後 ANITA你要記得 我們每天都要塗這個防曬霜 我們塗防曬霜的時候 ANITA要記得我們用的量一定要夠 好像一個硬幣的 一個Lulia那麼大 因為我們平時有塗開 Velamin C精華 防曬霜可以令到我們的防曬霜的效果 更加長時間一些 當然如果不塗Velamin C 我們的防曬霜是經常要補 我們現在做完了 我現在給你一塊鏡看看 看我現在的皮膚挺有光澤 滑滑滑 我做完這個臉皮膚 我發覺我現在是很放鬆的 而且是很放鬆的 感覺自己的皮膚很有彈性 我很需要 因為我不要有皺紋 如果我有彈性有水潤 我的皺紋也會比較少 對 如果你保持這個狀態 你一定要記得每天都要用AGE的臉霜 因為它有20%的成分 比之前更高了 所以它的效果更顯著 哇 這個真的幫到我了 如果大家對SkinCerticals AGE Cream的產品有任何查詢 可以去到Discretion Box 在那裡有連結 按進去就可以了 我很喜歡這個產品 那這個送給你吧 送給我 哇 很多謝 多謝Penny Penny不用客氣 我一定會天天使用 因為我本身已經用開第一袋 我就會更加開心用第二袋 這個就是AGE Interrupt Advance 我一定會用的 多謝Penny OK 麻煩你 下次見 好 下次見 OK 拜拜